重慶市萬聖區星期二有幾千人上街示威 入夜後都未散去,當局派出過千名武警到場 熱陣戒備,氣氛緊張,多架公安車輛開入市中心 由於偵直重慶前市委書記博希華被面證,司機敏感 所以當局加強維穩 網上施設指,為了控制局面,武警暴力清場 撕放催淚彈,驅慎民眾,指揮者和警員衝突 有人被打到頭破血流,參加指揮的市民 為不換政府強迫萬聖區和麒光園合併 和霍希萊落臺無關,其實霍希萊比接職前已經主張合併 麒光和萬聖合併了,就可以性格做小區 但萬聖的財政比麒光好,合併後萬聖就要補協麒光 萬聖居民章針,福利醫療以接退休金因此減少 於是上屆示威,他們更加怕鎮壓 號召聲音三繼續集會,負責負責本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